画面上是安乐区五圣街的北巡五府玄德公23周年庙庆活动 特别邀请到常乐国小的小朋友来表演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这次庙方特别举行爱心活动 包括救护车的捐赠以及捐血公益活动 北巡五府玄德公表示 他们长期在地服务 希望透过爱心活动让社会更加温暖 我们的所有的委员或是新救委员 23人来新的救者大家所顾出的幸福 劳累我们都一直在幸福 那无论我们生的豐富的 顾出的再多的幸福 还来不及我们的消亡弟兄更辛苦 因为大家都在消亡方面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所以说能够借着这条救护车 能够帮助更多的需要救援的人 谢谢我们的集团 谢谢我们的集团 谢谢你们的华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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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每一年的救护量 大概有18000件 也就是说 每一天将近有50件的救护量 那我们有这8户的救护车 等于说每一天 几乎都要有出局五趟以上 所以救护车使用是非常非常的不领放 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 善心的人士 包括我们公主以及各界 尤其是公庙的各界 一直在基隆都捐赠这个首名救护车 以及一些小房的装备车辆器材 才能够让我们在工作之余 能够精进一些专业技术 让我们的救护能够讨得更好 那救护其实它就是在 到院前的紧急救护 主要是因为玄德公是我们 安乐区内辽里的信仰中心之一之外 那这是他们23周年公庆 那也剩这个机会呢 捐一台救护车给我们的消防局 我个人很认同 而且很高兴看到这样的 这样的异局 因为消防局在这次的救灾里面 鞠躬胜伟 如果没有消防局 如果没有环保局 如果没有公务处 跟所有区公所 甚至国军兄弟 甚至北北陶 甚至台中所有的好朋友 来帮忙救灾的话 金融的灾情可能会持续更久 但是很高兴的到目前为止 只剩下零星的救灾户 那佩祥在这边也承诺 要跟市政府一起协调中央的资源 来帮我们所有的救灾户 尽快的恢复原状 然后也在这边很高兴 能够看到消防局的作为 做到我们的一般民众的肯定 这个庙庆活动贵宾云集 包括北巡五府玄德公的委员 以及友好的公庙代表 还有市长秘书 跟民政处长张元祥 安乐区长简易者等人 都到场参与 为活动增添光彩 也肯定北巡五府玄德公满满的爱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改参与 锅 锅 好